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河南省的一个小镇上 数万亩的耕地格外引人注目 这些耕地片片相连 一眼望去广袤无边 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在这里拥有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田地 还有四百多栋羊舍 里面饲养着八万多只羊 还有上百栋牛舍 里面的牛头头珍贵无比 鸡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动物和田地中的庄稼和谐共处 而这样的大面积种植与养殖并存的现象 在国内并不多见 秋天的一个清晨 镇上的一片大豆田开始收获 而在它周围 这样的长满大豆的地 一共有十几块 面积共达四万亩 这是这片土地十年来第一次种植大豆 豆茄随风轻轻摆动 似乎在表达着丰收的喜悦 巨大的新型农机收割后 将豆子留在了机器中 而身后则丢下了大豆外壳 叶子以及大豆接杆等农作物的废弃物 数量如此之大的农作物废弃物 将要何取何从 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个词 焚烧 因为我家是农村的 小时候我有印象 第一呢就是说 为了就是涂上顺 然后就地焚烧 第二呢 那个时候本身就是化肥很少 资源有限 很多农民就是为了这个 废物利用嘛 把就是说 把节杆了 然后就地堆放 堆放完以后 然后到了秋波的时候呢 把它重新扫到田里 作为这种底肥去利用 其实这些节杆 如果就地还田作为肥料 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 既省力又省钱 何乐而不为 农民们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逐渐地 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 每年秋收过后 农民就开始大量焚烧接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无论国家如何命令 禁止焚烧接杆 总有人会继续这一步法行为 每年秋收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然后因为白天是 不敢明目张胆去焚烧 都是晚上偷偷地去 把它点着 一到晚上 整个村子里到处明白了 这种烟雾的这种味道 然后有时候人眼睛都睁不开 小孩还是就是 对小孩的这种呼吸道 或者是肺 包括老人 都会有一些影响 秋收之后的接杆 数量之大 如果全部进行焚烧 就很容易造成雾霾天气 并产生大量 有毒有害物质 还会使空气可见度降低 引起交通事故 甚至因为焚烧不当 引发火灾 但是很多人明知故犯 冒着被抓到的风险进行焚烧 究竟接杆还田 这个看上去既省钱又省力的方式 为什么会被广大农民所放弃呢 结杆还田也有一些弊病 第一呢 它有时候粉碎不太彻底 然后会造成这种土壤的空洞 或者是结构 结构不完整 破坏了土壤结构 然后造成对第二材 或者明年的这种种植呢 有影响 第二呢 这个结杆本身 会携带 这个虫害的虫卵 还有这种草籽 如果就是说旧地还田的话 会造成第二年的这种 虫害跟草害的这种大面积 严重的这种自生 给这个种植的管理 带来了很多困难 结杆还田所带来的 严重的病虫害 以及杂草丛生 使农民们苦不堪言 为了消灭庄稼上的虫害 以及草害 农民们不得已 要大量使用杀虫剂 以及除草剂 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成本 而且严重影响了 作物的质量 因此 接杆对于农民而言 成为了没有用处的废物 那么这么多的接杆 除了焚烧 真的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吗 其实有些地方 到了秋冬 恰恰急需 这样的接杆 到了牧区的冬季来讲 对牧区的这种繁殖 动物的饲料 就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认为呢 在农区 我们的传统的粮食区 通过农业的废弃物 变废为宝 将农业的废弃物 转化成为动物蛋白 这是一条我们国家很好的农业发展战略 经过一番规划 上百个眷舍建了起来 经过三年的繁衍 如今 眷舍里已经高达八万头羊 以及上万头牛 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猪的身影 这里的牛羊浮力 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牧区 在牧区 广袤的天然草场 是牛羊最好的家园 然而到了冬天 饲料就会出现短缺的现象 秋收时田里的接杆该如何处理 入冬后牛羊的饲料该如何解决 怎样才能把二者完美结合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新农业 新循环 如今 揭杆可算是被高效利用上了 一切看上去似乎都顺理成章 可当初为了确定究竟该养哪些动物 却很是让大家伤了一番脑筋 到底是养猪呢 还是养牛羊呢 实际通过养猪 我们在考察中就是发现了 因为猪大量的消耗是粮食 消耗的是口粮 那么我们在呢 根据我们这个地区 河南地区小麦跟玉米套种 那么玉米产生大量的结稿 正好是牛羊最好的饲料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牛和羊的品种 其实不仅农作物的接杆 是牛羊的好饲料 我国每年收获的玉米 其中60%以上也用作饲料 农民们会将玉米子粒 跟接杆分开处理 子粒晒干被做成了饲料 其他部分则被浪费掉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牛羊 企业决定种植一批 专攻牛羊食用清除玉米 这样不仅产量高 而且整株玉米在收获时 可以全部被打碎 成为饲料 不过呢 要进行这方面的养殖 首先我们得算一算 就是你这片土地 生物产出量有多少 也就是你到底能够产生出 多少可以喂养这些牛羊的饲料 这样经过精确的计算之后 才能够形成一个完美的比例 那么我们说 这些饲料它经过发酵的同时 就能够清除掉一些病菌 还有一些虫卵 然后被牛羊吃到了自己的胃里 同样也是有一些发酵的环节的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的减少 那些有害的物质 这样一来也就更加的安全了 打碎的饲料经过乳酸菌 70度的发酵后 不仅大部分虫卵会被消灭掉 而且质地会变得柔软 并且具有酸香的气味 同时还便于长期储存 但是经过发酵后的饲料 酸性比较强 因此在喂食的时候 会使用晒干的接杆 跟它搭配在一起 牛羊的食量都很大 这样的一车饲料 远远不足牛羊一天的饭量 因此自从养殖了牛羊 不仅仅自己的数万亩庄稼地里的接杆 被加工成为牛羊的饲料 而且还可以帮助周边地区的农民 解决他们的接杆问题 这样的一大车就可以换回几千块钱 临近的村庄甚至外省的农民秋收后 就会主动将接杆拉到这里 卖上个好价钱 这个接杆是咱们用不上的了是吗 对 那一般的话过去它这不收的时候 就接杆用不上的 不收的话家里面有喂猪 有喂羊 然后直接就粉碎一下 就当饲料用了 你自己家养了 对对对对 那这么多怎么 自己家不吃呢 不是够吃 这是家里面有 然后这是用不完的 用不完的 对对对对 那你之前的话你用不完的这些怎么办 之前 是烧了吗 没有 之前用不完的直接就电券用了 电券用那浪费了吗 那不浪费 直接回地里面解杆还田了等于说是 还田了 但这个还田不是虫会特别多吗 虫卵 用打着药了 现在一般是没什么虫 打着药是吗 对 现在有农药 数千吨的农作物废弃物 就这样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十斤皆感就可以转化成一斤可口的羊肉 这样双赢的效果的确称得上两全其美 如今这些调配出来的饲料 牛羊们吃得津津有味 一个个也是养的飙肥体壮 数量迅速扩增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品种 当初为了挑选这些牛羊 大家可是煞费苦心 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优缺点 到底该从哪里引进牛羊 是个不太容易的选择 中国的牧场在内蒙 实际的牧场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它经过多年选孕 它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肉羊品种 我们2015年从澳大利亚引进了 3000只优秀种羊 这些羊它的生长速度快 肉质比较好 它适应性比较强 我们国内的羊也有自己的优良特性 它们的繁殖力高 如果进行杂交 把国外的优秀种羊的特性 与我们国内羊的优良特性结合起来 那或许可以大大提高养殖效果 一批批小羊羔和小牛犊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 它们和它们的妈妈的待遇可不一般 饲养员非常注重 对它们进行特别的蛋白质补充 这是专门为它们配置饲料的地方 高蛋白的豆粕 挂面下饺料等等 经过合理的调配之后 成为高营养又容易保存的颗粒饲料 这可是它们的特权 这些饲料可以充分为它们补充所需要的能量 秋收时田里的接杆该如何处理 入冬后牛羊的饲料该如何解决 怎样才能把二者完美结合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新农业 新循环 这些小羊羔如今已经三个月了 饲养员正在对它们尽情称重 体重达标的今天就要彻底与妈妈分开了 它们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因为随着它们慢慢长大 原来的眷舍不足以提供它们足够的空间 而体重不合格的就要对它再特别照顾一段时间了 可是养殖动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疾病的控制 更何况是这么多种类的动物 如何避免疾病的传播以及交叉感染 是大家首要面对的问题 为了控制这个疾病的传播 我们在羊场设立了东西南北两道防护林 这个防护林的作用 第一个是起到了这些恶劣天气的变化 引起了一些自然灾害 第二个对这个疾病的传播 也起到了有效的隔离 空气的流动是生畜的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如果一旦有一只生畜发病 就有可能很快将同眷舍的同胞传染 并且很容易通过空气 快速地向周边的其他眷舍传播开来 而这两个防护林 有效地将几个区域的眷舍隔离开来 很大程度上避免疾病大面积传播 而现代化的物联网检测手段 更是对控制交叉感染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举个拟人画的例子 这个羊三天感冒了 在三天以后它又感冒了 而且并且明显的在这种羊群当中 感冒的数量的羊也增加了 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呢 对这个羊圈进行一个集体防御 集体的防疫防疫动作 以免这个发生 就是变化成一个突变成一个疫情 因为疫情来讲 对我们的打击性是很大很大的 养殖人员通过物联网 可以了解每一个牲畜的所有信息 比如它的体态特征 它的病史 它的母系腹系身体状况如何 甚至它的灵敏度等等 每只牲畜都拥有一份完整的身份履历 同时物联网还可以实时监控着 眷舍里面的各种环境指标 这对它们的健康很重要 因为这是整个养殖环境的一个环境监测的问题 在养殖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氨气超标 或者说是二氧化氮超标 这都是对我们的羊还有牛 它们的生长过程会起到很不良的作用 这是一些毒气 所以说这是我们重点监测的 牛粪以及羊粪是眷舍内有害气体的主要来源 同时牛羊的粪便里面含有大量的病菌 因此必须保证及时清理 这样既可以保持羊舍的干净 减少眷舍里氨气和硫化氢的浓度 又可以有效地减少通过粪便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而接杆经过牛羊消化后形成的粪便中 虫卵的含量已经极低 真可谓是庄稼的宝贝了 对于这种动物粪便的利用 其实在原来那种小农的这种种植过程中也会有 那个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家里面 然后会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粪池 然后一些动物粪便 然后植物的这种废弃物 包括人的这种排泄物 都会放进去 然后做成堆肥 然后每年秋天秋波的时候 把它作为有机肥 这是传统的有机肥 传统的有机肥 看似是给土地最好的馈赠 但是如今这些粪便 却并不是简单的堆放发酵这么简单 这些肥料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高温发酵步骤之后 才能最终成为可以使用的有机肥 这是因为传统有机肥做成堆肥后往往发酵的不彻底 施肥之后很容易出现二次发酵 从而散发大量热量 烧根烧苗 而且接杆过腹后 虽然大量虫卵会被杀死 但是接杆上还存在大量草籽 而草籽本身的生物性结构 决定了它不会被牛羊消化分解掉 依然存在于粪便中 有那么一句话 庄家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那怎么办呢 那就出去捡粪 捡人类的粪便 动物的粪便 回来之后堆肥 然后再释放到田里 说实话 过去这种方式应该讲也不错 不过一个是味道不大好 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投入很多 再有一点 这样做的话 里面掺杂的很多草籽 就得到了充分的营养 长得有的时候你要控制不住 那比庄稼长得还要高 这样一来 农民也是叫苦连天 那你还得加大投入 投入在哪呢 投入在除草剂这方面 这样一来 你感觉它完全不环保了 我们说绿色 就是要保证我们吃的健康 可是你现在大量使用除草剂 这样反而不健康了 那怎么办呢 通过这种二次发酵的方式 就可以很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每次农作物种植前 就是拨撒这些有机肥的最好时机 现在准备向刚刚收获的大豆田里 释放有机肥了 机杆清理干净后的土地 视野格外开阔 现代化的机器 湿洒起来速度很快 一眨眼的功夫 偌大的一片土地 就铺上了厚厚的一层有机肥 而在厂区的大棚里 有机肥也已经施洒完毕 这些应该可以保证 即将洒下的小麦 以及果蔬的种子 健康成长 在适用的过程中 我们会一次大量试用 然后让它跟土壤 彻底的这种混合 混匀 然后作为底肥 因为它的作用比较持久 比较缓慢 后期在果蔬的生长过程中 我们会添加一些页面层 跟一些微肥 进而就是做一些补充 提高这种产品的品质 有机肥的出现 解决了农民庄稼 杂草丛生的难题 而在这之前 农民们严重依赖化肥 因为当时化肥的出现 不仅解决了病虫害 以及草害的问题 还可以提高产量 可是久而久之 土地便会被慢慢损毁 长期以来我们这个农民 在种植过程中 然后为了追求高产量的这种目标 然后无节制的大量适用化肥 造成了这种土壤的板结 中间进入污染 然后这个营养成分的一些缺失 导致就是说 如果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为了就是重复种植的话 会要求你大量的投入这种化肥 有机肥的食用 会慢慢为土地补充所需要的养分 逐渐缓解之前土壤所受到的伤害 使土地越来越肥沃 而长出的作物 也能保证品质的安全性 消除了化肥和传统有机肥 为农民带来的巨大困扰 农作物动物形成了新的生态系统 但是依然还是有隐患存在 那就是意外甚至死亡的动物 该何去何从 过去一些老百姓在养殖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小型的养殖上养殖过程当中 他们会把一些死亡的动物 随地乱扔 有的埋了 埋得比较浅 它这个冰原菌会随着水质 不是随着水会下降到下面这个水层里面 所以水质有一些污染 死亡的动物尸体往往携带多种病菌 如果处理不当 尸体会很快分解腐败 散发臭气 使病原微生物污染空气 水源和土壤 造成疾病的传播与蔓延 同时 与其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都有感染的可能 这就需要得到及时的处理 才能防止细菌的滋生和疾病的传播 也就是进行动物尸体 无害化处理 我们这些牛羊出现伤亡的情况 就直接我们自己的无害化处理厂 经过高温850度以上的高温燃烧 三级燃烧 然后分段排出达到国家